行政長官曾任權在英國倫敦出席油貿易發展局舉辦的周年晚宴 他支持時鼓勵英國企業通過香港進入亞洲市場 曾任權有指香港人接收大量新聞和資訊 充足的資訊能夠令到社區有活力 相信亦都是香港人對每一件事都有自己意見的原因 商界和投資者亦都需要快速可靠以及容易得到的資訊 所以新聞自由對社會十分寶貴 亦都能夠令到政府更加真誠和負責任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景師報導